我之前這樣子的做了不好的示範之後 當然是很抱歉浪費大家的資源 但是我發覺到很多人其實都有寫訊息給我 他們其實都有一樣的問題 只是他們真的不敢說出口 大家會覺得說 我講我自己後一陣大家會覺得有神經病 我覺得就是面對自己 你沒有面對自己的話 你都不承認自己有這個的話 那你怎麼讓他自己 突然間爆發而且就是 這個念頭是很深的嘛 所以醫生就有跟我說就是 最好是住院的館長 我說他們沒有關係 因為現在朋友知道大家都會輪流來我家 然後整體也把我的鑰匙給拿走 他們幾乎天天都會call我啦 鑰匙拿走 因為大家舞的朋友圈們 他們就已經有一個默契 有一個的朋友戀就是 欸大家多關心小年 然後看他現在怎麼樣 在幹嘛 他們就定時都會問我在幹嘛 這樣子就怕我一個人 那你說那個好像是遺傳的 是家人都嗎 爸爸 爸爸也是 所以爸爸那是什麼課題 你有問過他嗎 他這一輩子沒有好過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有很多的東西 也是從小時候這樣子慢慢引發上來 然後我就跟我媽講 我媽說讀過去講你在幹嘛 我說媽你必須要跟我學 因為我這樣我才能打開我自己心境 我說你當年真的就是要把我摔掉嗎 摔樓梯把我摔掉嗎 他說他不是故意的 他說是我爸爸騎摩托車 他從摩托車上摔下來 然後還活著 當時我就會覺得就是自己是被拋棄的孩子 甚至就是那個鄰居 就是想搶到我 我是逃出來的 幾歲的時候 那時候才幼稚園 那可可就摩托車 他發現有一個可的 我說 好啊 他說那你過來給我騎一下 我說那我不要 然後他就撲過來 那我整個在地上我是 我說他怎麼 這個等於是這個人這樣開 然後那個門 鐵門拉這樣子 拉著跑出去這樣子 因為其實憂鬱症已經被 證詞說他是生理病 對 那有些人是後天的嘛 後天是壓力 他可能短暫的時間就 這個期間他就過了 那這個生理病的就是 我們很像氣喘 你可能就是 突然來的 對對對 對 真照是什麼 不自覺的流眼淚 他有一個預告對不對 對 就是你會覺得開始 你看什麼東西都會灰色 然後你就不自覺會流眼淚 然後心情很低 如果不想跟人家講話 我會希望就是 盡量是靠 可能我去做潛意識做畫 或是我煮菜 或是 對 就是發花什麼的 去 抒發這些情緒 對 我覺得因為 如果你卡住 你沒有去把它學習出來的話 你憋著反是 更不好 上帝真的是 對 對 對我太好了 那你現在很珍惜 好嗎